和平纪念日四天的廉价就要到了 研判风景区大型购物卖店 以及赏花活动周边将会涌现人车潮 玉利警分局已经规划了书岛计划 就是要维持玉利、富利、浊西南区三乡镇的交通顺畅 会民众配合警方的管制书岛 把握珍贵的假期时间 和平纪念日四天廉价就要来了 研判风景区大型购物卖场以及赏花活动周边将涌现人车潮 玉利警分局已经规划书岛计划 就是为了要维持玉利、富利、浊西南区三乡镇的交通顺畅 呼吁民众配合警方管制书岛把握宝贵假期时间 另外也提醒918地震灾害影响的东部铁路运输已经修缮 公路的高辽大桥、轮天大桥也已经搭起便桥 会加强在台九县、花一九三县道等重要道路的速度控管 编排测速、稽查请勿 另外将针对酒后驾车、闯红灯以及超速落实执法 最后也呼吁驾驶朋友 有关刑警本分局辖区请勿疲劳驾驶 保障自己以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玉利分局也提醒用路人 228连续假期出游绝对不要有酒后驾车行为 将加强取缔酒后驾车 请民众勿有侥幸的心态 不要挑战公权力 记者高双双玉利振采访报道